哈喽 大家晚上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金文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Melissa 又是我们两个 今天又在做一次直播 我们今天 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父母的主题 大家吃饱了吗 对 吃饱了吗 我们看一下有谁进来有啊 可以 有些人 哈喽 晚上好 今天疫情还有安宁 哈喽 哈喽 今天疫情824 对咯也是很高 800多也是很高 其实昨天的也是有比较低 大家都觉得比较安静 对吗 可是这个树木质 一直上上下下 大家都是很恐慌 安心不起来 真的是 真的咯 如果家里有这个 延长者啊 就是要叫他们 少外出啊 不然我一感到这个病毒啊 就是可大可小了的 嗯 父母 今天我们主题是父母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感恩 最爱的也是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亲哦 给予我们生命啊 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来啊 然后我们的父母亲虽然小时候啊 他们很忙啊 然后做工啊 还是 做家务啊 他们有他们的责任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 虽然很忙啊 但是他们还是会用尽生命去 陪伴我们啊 爱我们啊 然后我们生病的时候啊 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啊 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啊 所以讲真的哦 做父母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啊 大家赞同吗 对 我非常赞同 因为哦 打从 我们有这个baby的时候啊 在这个肚子啊 他们就开始一直为我们这个健康担心啊 对 在这个 我们在做胎儿的时候啊 就是他们会怕我们 这个营养不良啦 或者是 因为 还在这个肚子里面 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吗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什么 呃 这个 天仙病啊 我们是 很难 check出来的啊 嗯 对 所以哦 呃 但是哦 当我们慢慢哦 在长大了啊 然后离开家里了啊 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哦 呃 小学读完了 中学 然后中学读完了哦 过后哦 呃 就读大学啊 还是不如社会做工啊 一步一步 然后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然后再 再走啊 其实这个阶段哦 真的是很快啊 大家觉得吗 就是 快到 很快的 嗯 快到我们 一在眼的哦 对 父母亲 父母亲比较有感受啦 我们就是 呃 就长大了咯 就21岁了 21岁了咯 就成年了咯 我们是自己是很开心啦 但是父母亲哦 可能有点接受不到吧 因为抱在 抱在那个 呃 手上的那个 小宝宝啊 突然间 长到21岁成年了咯 我觉得真是有点难接受啦 对他们来讲 就是手掌心的宝 一下子 就有了自己的生活 跟人家拍拖 还是 结婚 生孩子 真的是一步一步都在放手啊 嗯 但是是确保我们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嗯 其实 这里有看到 Kerry啊 韦翔啊 Denis啊 还有小师们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嗯 哦 这个时间大家都还没有睡耶 哦 对对对 应该是在 等看我们这个直播 想要给我们 一起来探讨这个父母的这个话题啊 对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嗯 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啊 呃 呃 就是看着父母亲老去哦 其实也是要很大的勇气 就很像他们看着我们从baby到大 他们也很欣慰啊 哦 我的孩子真的是长大了 全部 不是长大了 他们会讲老了 我的全部老了 我的孩子全部老了 然后我们看 其实看着他们哦 呃 白头发越来越多啊 然后走路越来越慢啊 越吃越少啊 然后 真的是不不如以前啊 其实我们也是要很大勇气去面对耶 就是哦 爸爸妈妈真的是老了 真的是跟以前哦 不一样了哦 所以哦 其实每一个人都忙的啦 没有一个人不忙的 其实 但是哦 我们哦 有了自己的生活 呃 有有自己的东西要做 但是孝顺呢 还是要趁早啦 陪伴还是要趁早啦 哦 因为我们每一年呢 生日愿望啊 每一年只要有的许愿啊 还是放孔明灯啊 我们都会希望 呃 父母亲能够健健康康 然后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 那所以哦 嗯 真的是他们健健康康哦 然后我们才可以哦 很认真啊 很专心的去过我们的生活 无后顾自由的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工作去打拼啊 嗯 这样子我们要怎样确保哦 他们是健健康康的呢 我们要 呃 他们在家里哦 又会面对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知道的 哦 因为他们 打电话啊 都不会跟我们讲不好的东西 不开心的东西 都会跟我们讲开心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的健康上的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 那经验过后我们就知道很大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对 这个我很赞同啊 因为我分享一下哦 因为我自己本身哦 我这个父亲啊 在去年哦 他的这个慢性疾病哦 他就是严重了 然后我是在这个行山工作的 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 忐忑不安 就是整晚没有办法睡觉 当我去到医院哦 才知道哎 他真的是 这个病情恶化了哦 导致到他很多这个疾病啊 就是 所以就是讲在之前 我每次打电话回家 他就跟我讲 啊没有事 我都有吃药 我都有准事看医生 其实他们真的是 只是报这些 开心的事情跟我们讲 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啊 他都 会守住的 隐藏住的 不会跟我们讲的 对吗 嘴巴都很密的 尽到很紧的 连这个妈妈也是 会跟他保守的哦 所以哦 真的 真的真的 这是真的 两个八角了 两个八角了 对我们讲的 就是两个八角了 可是哦 真的 我们真的是有时间 或者是 家里有这个长辈 有生病的话 我们要 多一点的时间 去陪伴他们 然后去了解他们 这个 这个病情啊 不然哦 真的是有一天 就像我这样子的时候 进了医院 才知道 他已经是很严重了的 其实这样就是很不好的咯 可能 分分钟 他们这样子就是 离开了啊 因为现在 很多这个报道 有讲 这个人一下子走向 就突然间离开了 所以哦 我们不希望 自己的父母亲 也是发生这种事情 对吗 对 不能够接受哦 我相信 对 安宁有些 一转眼 我都做了外婆 我相信 会留下开心的 开心的那个泪水啦 然后才领血症呢 教顺要趁早 然后 Sharon有些 我一转眼就50多岁了 时间真的是过到很快 真的耶 我们也是从 10多岁 突然间20多岁 突然间30多岁了 真的是 时间过到很快 其实哦 父母亲总是哦 报喜不报仇啊 我们一定有跟他们 video call啊 一定有跟他们打电话的 是不是很久 没有回家了嘞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久 没有回家了啊 尤其是在外国的朋友 在外地的朋友 尤其是新加坡的朋友啊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回家了啊 从新年 见面到现在 哇 一年了嘞 全部看到新加坡的朋友 大家 家人们明年见啊 真的是很伤感耶 然后在video call的时候啊 可能会在照片啊 可能会看到他们白头发 越来越多啊 从旁边开始伸上去 哦 真的是很心痛哦 然后 会发觉到他们哦 行动越来越慢啊 然后因为关节疼痛 有些是因为贪吃 有些人家是因为贪吃 然后体重啊 有点 超过了啊 所以的话走路很痛 因为关节很压力 很负担 所以走路起来会疼痛 再来其他的就是因为哦 做么关节会痛 因为关节用了五十年啊 六十年七十年耶 engine全部都老化了啊 我们的aircon哦 每一年都要service 每一年都要找人来service 因为不冷了啊 然后我们的家 每一天都要大扫除啊 为什么 因为垃圾啊 然后灰尘啊 所以啊 关节也是一样的 所以用久了 它会疼痛 它走路会越来越慢 所以忙碌的我们哦 是不是哦 忽略了父母亲呢 所以大家哦 不管是再忙 都要好好去陪伴 其实父母亲不需要我们哦 给他们很多很多钱啊 然后 他们要的就是钱财上啊 还是 还是一些物质上啊 其实更多的是陪在身边啊 陪他们吃早餐啊 陪他们聊天啊 回家几天啊 一年 我觉得至少要回四五次了 哦 这样子才是 算是有陪伴啊 因为一年才那 三百六十五天 如果陪他一个六十五天 其实三百天 是没有看到他们的 哦 我这里有看到Kelly讲哦 这个父母亲啊 满头百把 越来越老了 看了心很痛 这是真的 如果哦 大家认真的哦 回家陪伴父母的时候 认真真的坐在他们面前 你会看到哦 他们的这个咒本啊 越来越多 然后就越来越深 然后他们这个 那个老人班啊 也会越来越多的咧 其实看了 哎 突然间会觉得 哇 心很痛啊 原来我的父母啊 老得这么快啊 然后我们哦 踏入这个社会 去做工了 然后结婚绳子的时候 到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时间哦 都 都会 活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对吗 嗯 对哦 安妮就讲哦 要多点 回家 看看这个父母亲啊 其实哦 这个我也是觉得 是应该要的 趁他们还在的时候 就要多回去看他们 然后我今天哦 就有去 警察局申请这个 要跨走 想要回家 看这个父母 然后因为这个 上个星期五 我开始哦 这个 这个新山区哦 就 upgrade成去这个 红区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警察 就跟我讲哦 现在如果要回家的话 一辆车 只可以一个人 他讲如果你是 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不要开车的话 这样你就自己踏巴士 我一听到这样的话 哇 吓死了 叫我踏巴士 在这个疫情 我们都觉得 都很 很惊慌 你还叫我去踏巴士 我就想要自己 坐车回家 所以他就跟我讲 如果你真的是 想要两个人回家的话 不然你就去别间 那个 那个police station 看一下哦 看有哪一个 好行的警察 他可以逼你 两个人回家的嘛 其实所以你看 一个病毒啊 就搞了 搞到我们了 跟这个父母 隔离很久了 所以我们就 真的 父母如果还有在 有时间 一定要多多 回家陪伴他们 因为我们讲了嘛 父母他们有生病 他们一定会吃药 所以哦 有时你们要知道 吃药是有很多 这个副作用的 可能吃久了 你会 这个父母会感到 这个头晕啊 头痛啊 等等的症状 可能他们就会 受伤啊 跌倒在家 这些东西咯 或者是你的家 我们会时常 有时刷到这个 这个facebook 会看到暴脏 会有些 在那里就有一个 老龙啊 云倒在家 又没有人知道 然后这样就离开了 对吗 如果我们家里啊 还有这个年轻人 有在家的话 他们跌倒的话 还有人看得到 送去遗验 对吗 就可以避免了 这种不开心的事发生 还有他们就讲 他们有定期 去看这个医生 然后有 有做这个体检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跟他们 一起去看 这个复诊啊 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报告 是不是像他们讲的 一切都normal 一切都安好 可能是不是的 可能他的病情恶化 已经发现 有什么心血管疾病了 或者是他们这个 高血压 这个胆不存 这个血糖 全部过高了 或者是已经 变到更严重 可能那个医生 有劝告他 要很多东西 这个饮食方面 要借口 或者是 叫他们安排住院 因为都知道啊 老人家 是不喜欢去医院的 所以他们就不要 跟我们这些 做子女的讲咯 当然就是 我们都讲啊 人老了 这个势力 就会慢慢甩退 对吗 因为好像 我看到我们的父母讲 十五十岁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 自己有老花了 然后讲啊 要去做个老花眼镜一下 不然就是 他们讲 我的胃口不好 吃一点 吃一点 加一点 两根菜 加两片肉 就讲我吃饱了 我很饱了 我不要吃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是这个 营养不良的话 会让他们 这个身体更衰弱 会引发更多 这个疾病 还有这个记忆力 衰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 忘东忘西的 对吗 我们都会觉得 这个是正常的东西 忘记东西 每一个人都会 可是 当如果我们的父母 一直会跟我们讲 他忘记这个东西 忘记那个的话 我们就要多加注意 因为如果是 他严重的话 可能就会出门了 忘记回家的路上 我们在网络上 也是会看到 有人post 这是随家的父母啊 他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 如果你有看到 这个帖的话 你们就来带他 其实就是 他们的记忆力 衰退了 严重了 不认得了 这个路回家 再来如果是严重的话 他连我们啊 是谁他都不认得 他有几个孩子 他的孩子叫什么名 他什么都忘到完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老人的 这个记忆力不好 引发到很多这些 不愉快的事情 我看到佳琪有写 八个月没有回家了 然后瑞丽写 我的孩子们很久没有回家了 好想念他们哦 对啊 爸爸也是很想念我们的啊 嗯 瑞丽写 孩子们在外面找次 所以难免没有时间回家 看父母 嗯 对啊 小时就讲哦 他把事的风险更倒 对咯 我也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 瑞丽冯就讲啊 通常父母都会讲 报告出来了 没有事 没有事 对这个父母真的是 不想我们哦 担心 他都会跟我们讲 没有事 没有事 你放心 不用回来 我没有事 对吗 他都跟我们讲 哎呀你等到日子才回看 回来看我们啊 不要浪费这个 账 不要浪费这个车油啊 这个时常 这个就是他们时常会跟我们 讲到的东西 所以他们跟我们讲 他们安好 我们就觉得啊 这样的话就不要浪费这个 浪费这个假期 浪费这个时间 回去看他们啊 嗯 人老了 Kerry写 老人家老了 脚没有力 时常会跌倒 如果孩子不在身边 很危险 这是真的啊 因为上了年级过后哦 健康问题啊 就会慢慢接着来啊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嘛 engine啊 engine用久了啊 车用久了啊 都要去service啊 ACON都要每一年service啊 所以哦 那个身体的器官哦 慢慢问题啊 跟着来啊 然后比如心脏啊 肺部啊 肝脏啊 肾脏功能都会萎缩啊 心脏就是可能 心脏跳到不回律啊 肺啊 肝啊 肾啊 都会萎缩啊 很多老人家有肾脏功能的问题啊 小便可能小一点点 小不出啊 所以就研发又是 会很多老人家有洗肾的状态咯 然后哦 白内脏导致肆力衰退啊 因为人老了啊 很多时候因为 那个胶原蛋白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流逝了很多啊 所以的话就有一层白内脏在眼睛咯 所以越来越看不到啊 就是因为缺乏胶原蛋白 缺乏胶原蛋白还有什么 问题的出现呢 就是血管壁会缺乏弹性 血管壁就是我们血管哦 我们身体有很多血管 有脑血管 然后有心脏这里有很多血管 我们的血管就很像我们家里的拜这样子 我们日晒雨淋用了很多年 它会硬 它硬了过后它很容易裂 如果我们的血管用了很多年 它也是会老化 它会缺乏胶原蛋白 它也是会裂 裂了就会怎样 会中风哦 所以很多老人家会 有这个出现中风的现象 然后会出现高血压 因为那个血管啊 很多垃圾啊 阻塞着啊 比如脂肪啊 还有就是胆固醇啊 塞着那个龙肝 所以那个心脏需要用更大的力啊 把那些血泡出去 泡出去的时候哦 这时候血管就会很压力 因为很多东西阻塞着嘛 血管就会很压力 所以就会导致高血压的问题出现哦 然后体力会下降 很容易疲累 所以啊 很少老人家要出门了的 他们都是讲 我不要去哦 我哪里都不要去 我只是想在家吧 第一是没有什么体力啊 然后第二是没有什么精神 很容易累啊 所以的话 真的是要好好地照顾下精神 然后提升这方面啊 对咯 因为哦 我看到这个Kelly有讲到哦 父母亲虽然嘴巴讲 没有空不用回 其实心里是很想孩子回家的 其实我赞同耶 因为哦 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孙子回家的时候 他很开心的哦 一整天哦 就在那个厨房里面啊 然后这个午餐 晚餐时间啊 就整座都是很丰富的 这个菜肴啊 对吗 其实啊 我们都很 很心疼我们这些父母 对吗 其实我们都希望讲 你不要这样劳累 我们就是去外面吃一餐嘛 其实父母也是知道 他想要 想要我们吃到更健康啊 所以他就 宁愿花这个时间哦 自己煮这些美味佳肴啊 讲真的吗 我们是这个父母的宝 父母也是我们的宝 他们有病 其实我们也是很不开心 然后我们也是很担心 对吗 这样要怎么办呢 嗯 其实哦 这个老人家 这个父母 他们是需要很多 这个高能量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哦 快速的给我们滋养 修补细胞及器官 因为人啊 慢慢的老了啊 这个细胞也会老化 然后我们的器官也会老化 对吗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些 很好的食物 来修 来滋养他们哦 还有就是这个可以 呃 我们讲了老人家 呃 年纪大了 这个 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变弱 对吗 对 如果他们没有吃到这些高质量的食物啊 他怎样去提升他的免疫系统呢 我们就讲这个 病毒好吗 因为这个病毒 如果 你看我们的卫生总监都讲咯 网个 就是这个老年人 要留在家 不要一直 往外跑 因为他们是这个高风险人群 嗯 所以哦 他们要有这些好的食物 来提升他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还有这个 平衡免疫系统 就是 如果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他太活跃的话哦 他就会分辨不到 什么是敌人 什么是这个 队友 他就好的 坏的 都一起去攻击 所以就会导致到 我们有这些啊 试诊啊 或者是这个 自体免疫疾病啊 所以就是要 给长辈们哦 吃一些 好的东西 然后 我相信啦 自己的家里的长辈啊 有时他们是嘴巴很贪吃的 我就是喜欢吃那些 粒粒大大的 那种尖尖炸炸的东西 那好吃的东西 都是不营养的 嗯 谢谢 我有同感 每次女儿讲要回来 我就会煮 他们喜欢吃的菜 其实就是 爱 爱孩子的心意来的 对 其实哦 我们回家 吃到 妈妈自己煮的那一种 有那个妈妈的味道 也是很开心的 像我这样 久久 两三个月会一次 吃到妈妈煮的味道 其实哦 连饭都会可以吃多几碗的 嗯 幸福的味道 对 这样哦 我们都讲 希望 希望 这个父母 可以长寿嘛 对吗 我们想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就希望他们可以 百岁 对吗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自己也是可以活到 长寿 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活到长寿 这边有一个根据就讲哦 一个人 是否长寿 他三分之一 是取这个 基因或遗传 基因或遗传的因素啊 三分之一 如果是这个 家里啊 这个 长辈 如果是公公婆婆啊 曾祖父 曾祖母啊 他们全部都是 长命百岁的话 活到 白白生的话 嗯 其实恭喜你哦 你就是有这种基因 你也是会 活到长命百岁的 嗯 这样哦 那一些如果 家族啊 都是 短命的话哦 其实你也是不要 太过绝望的 因为哦 这里有讲到 三分之二哦 是取决于我们这个 日常生活方式 还有这个 健康 习惯啊 所以哦 如果那个 三分之一 讲取决于这个 取决于这个基因 或者是遗传的 你们也是要照顾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方式 还有这个健康习惯 也是会导致到 我们短命的 像我们讲 一个例子好吗 嗯 讲癌症咯 因为我相信 癌症 每个人停了 都会很怕的 对吗 因为 你知道癌症 它也是 会有这个 遗传的基因 可是讲整起来啦 呃 遗传的话啦 癌症就只有10%而已 只有10% 其实是有70%啊 是因为我们这些 不良的习惯 这些生活方式啊 这个健康习惯 所导致到 有这个癌症了 为什么呢 我们讲遗传 遗传 其实真的是遗传到 这一些啊 这些啊 疾病吗 其实不是耶 其实遗传的 就是我们啊 家里 世世代代 传下来的 好像 这个食物 有些家里很喜欢 吃重口味的 对吗 菜一定要特别咸的 这样才有够味 或者是煮糖水啊 人家讲糖水 一定要甜 为什么 不然不甜的话 哪里叫做糖水 所以就喜欢 加很多糖下去咯 哇 越甜越好 甜甜蜜蜜嘛 人家讲 其实是真的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再来就还有什么 喜欢吃这个 煎煎炸炸的食物咯 有些人很喜欢吃 三餐啊 都会有一个煎炸的食物 什么炸云豚啊 炸鸡啦 炸鞋啦 一大堆对吗 还有就是喜欢吃这个肉类 现在的人啊 三餐里面 都会有一个肉类的 就是尤其是那一种 三层肉啊 人家讲 人家讲啊 三层肉特别好吃啊 嫩嫩滑滑的 对吗 其实吃多这个 这个动物性的 这个 这个蛋白质啊 会导致到我们 很多疾病产生的 还有就是我们 这个生活习惯 就好像讲到 我们这个喝酒 很多人很开心的 喝酒对吗 我们跟朋友 gathering也是喝酒的 对吗 讲到这一个 可以喝啤酒 又可以喝色酒 我是谦卑不醉 对吗 其实讲到这里 很自豪很自豪的 然后不然就讲到 我这个喝酒 很厉害喝酒 是因为遗传到我的父母 其实真的是好吗 大家都知道是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抽烟啊 我们都知道 抽烟是 危害我们的健康 学校老师都有教吗 小孩子是不可以抽烟 对吗 可是很多 长大了到这个 这个年轻的时候吧 12岁开始 就开始学 这个抽烟啊 这个抽烟是对 不好的 因为为什么他们讲 我的爸爸 我的公公 也是有抽烟 我身为孩子的 我也是可以抽烟的 没有问题的 可是是不好的 再来就是这个 睡眠 很多人喜欢这个 持睡 对吗 你看现在的父母啊 都是做工 累了 放工过后 躺在家 然后躺在床上啊 就会在那边 滑手机 看戏 然后他们不想 这个小孩子 朝他们 干扰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 放一架iPad给他们玩哦 都知道吗 我们一拿到这个 手机 拿到这个iPad 一定是会 一直在那边看 一直滑 然后忘记 这个睡觉的时间啊 所以你看 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是世世代代 传下来的东西 不是传这个疾病 是传这个 不好的习惯 因为这些 不好的习惯 才会导致到 我们有这些疾病啊 所以我们还讲到吗 遗传的就是 这个疾病 不是 因为遗传 真正的话 就只有10%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这个健康习惯 这个生活方式 才是这个 最主要的 破手啊 对 其实是 复制到 不好的习惯 复制到 父母亲 不好的生活习惯啊 还有坏习惯啊 然后不好的 饮食习惯啊 所以的话 基因哦 真的是很小一部分啊 只是 学到不好的东西啊 然后哦 很多人就讲 老人家 牙齿不好啊 牙齿没有了啊 所以哦 就很可怜啊 咬不到东西啊 这样子 要吃什么呢 很多人就写 吃粥哦 天天吃粥 其实吃粥 像人写 吃粥都会吃到 很怕 天天吃 然后安宁写 吃粥没有营养啊 对啊 真的是耶 因为天天吃 然后那个米饭啊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生糖指数啊 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 吃一些 高能量的营养啊 老人家 非常适合 吃高能量的营养 可是是有哪一些呢 就是比如 仙人掌 我相信很多人的家 都有种仙人掌 对吗 但是 我也是有种啦 我买那个 小肉球 小小个的三个 一二三十块钱 然后我就放在 吸手盆旁边 然后 我也忘记 几九浇一次水 然后三个 陆陆续续都死掉了 但是外面有大壳的啦 大壳的就是 任由它去生长 仙人掌很好耶 但是敢拿自己家里的 仙人掌来吃吗 不敢 我是不敢的哦 因为我们又不是科学家 我们又不是 那个专家 我们哪里知道 哪一个品种 然后很高营养价值 然后怎样组 很高营养价值 所以还是相信专家啦 专家是讲哦 在沙漠地带 比人还高大的 仙人掌哦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它会这样好呢 你看呢 在沙漠又没有水 太阳又晒到 根本就是人类 不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但是仙人掌很适合哦 还长到很高很壮 就是因为哦 这个植物营养素 在保护着它 它就是有这个 很高很高的植物营养素 所以人类哦 也是对人类也是非常的好啊 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提升免疫系统啊 老人家最需要咯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全部抵抗力啊 老人家的抵抗力哦 真的是不如我们年轻人啊 我们年轻人的那个免疫系统哦 是反应很快啊 然后很快就可以去毁灭啊 去抵抗这些细菌病毒啊 但是老人家的反应比较慢哦 所以它一定要提升它的免疫力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很有效的预防癌症啊 因为哦 我们提升免疫力 当然也是提升抵抗力 也提升里面的那个 自然杀手细胞 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就是专门去毁灭到癌细胞的 所以首先讲来讲去 就是要提升免疫系统 才可以预防到癌症 然后哦 它也 这个仙人掌哦 有这个抗病毒作用啊 真的是耶 尤其是这个疫情 全部人都讲 老人家少出门 怎么咧 因为他们抵抗力不好咯 所以要多吃这个仙人掌 来抵抗病毒 然后它可以立刻的活化 我们的细胞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 老人家的细胞 反应会比较慢 然后老化了 所以仙人掌 可以帮助他们活化细胞 让他们年轻一点 让他们有力气一点啊 然后还有就是 它有这个消炎作用 可以帮助伤口愈合 我相信全部人都知道 每一个动手术啊 还是开刀的人啊 还是有什么问题的人 都会在找这个仙人掌 仙人掌是很出名很出名 在伤口愈合方面 怎么咧 因为哦 他可以 这个仙人掌 可以很快很快地 帮我们伤口愈合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的人啊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人 他这个修补能力啊 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哦 老人家又很容易 又有这个 很多时候有这个糖尿病 然后又很容易有伤口 所以哦 要多吃这个仙人掌 来帮他们伤口啊 不要给他发炎 不要给他恶化下去 一恶化下去会怎样 就要截肢哦 就要切掉了 切掉那个伤口更加大 所以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 走下去的一个步骤 然后他可以促进 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 白用久了 会硬掉 会裂掉 心血管也是一样 用了降久哦 他也是硬掉 会爆掉 然后会中风啊 所以的话 要怎样来 确保老人家的那个 心血管是健康的 就一定要吃仙人掌 再来就是保护肠胃 很多老人家老了 真的是吃不到这样多 然后就是吞帽哦 因为刚刚 大家都有讲嘛 因为牙齿不好嘛 所以是吞帽哦 牙都咬不到啊 所以肠胃 它是难免会 就是摔落了啊 然后没有降好 消化的不好啊 所以仙人掌可以帮助 保护肠胃 再来 它可以帮助我们啊 提升免疫系统咯 保护肠胃 然后吸收营养啊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多 老人家吃的东西不多 所以营养从哪里来 就要从这个仙人掌来咯 然后一定要有足够的营养啊 不然越吃越少 然后免疫系统又越来越弱 嗯 所以要多吃这个仙人掌咯 对 刚才你 金文你有讲到吗 这个糖尿病啊 其实真的咯 我们时常会看到 自己的亲戚啊 或者是家里人还是朋友啊 如果有这个糖尿病啊 如果他们有这个伤口啊 他们一下子就会 讲橄榄啦 然后发浓啊 等下看看医生一下就跟你讲哦 那个脚趾头啊那里啊 严重了哦 黑掉了 就要截止 可是真的是 赶紧讲的这样 截止就是好了咩 是不一定的咧 为什么 可能他会在第二次感染哦 又再一次这个截止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好像你讲了 循环循环 真的很吓人 因为我爸爸也是有这个糖尿病 所以我每次也是跟他讲 你要很小心 不要有这个伤口 所以我也是很担心他 因为他很铁齿啊 讲了他都不会听的 所以哦 搞不到我 每次我打电话问他 你身上今天有那里有出什么疤痕啊 有这个伤口吗 他都会跟我讲 哎呀没有啦 我都有插药啦 还是什么什么 他讲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的 哦 你看到吗 这些 这些老人家啊 就是很铁齿 很铁齿的 我们年轻人讲什么 他都觉得 哎呀 不管是 不管是 然后我有看到安宁讲啊 这个人老了哦 这个口味就会变到 粽啊 就会有这个粽口味 这是真的啊 嗯 有些人讲有些仙人掌是有毒的 是啊 真的啊 因为我们不是科学家 我们又不会做这些研究 不知道吃的这个仙人掌啊 是不是一定是有很多这个很高的这个食物营养素啊 所以哦 要吃 就是要吃 有那些 有做过研究的 有些人还讲啊 他们都讲 这样老了 不吃 不吃 死了就没有得吃啊 这是真的 这个老人家 或者是有老人家 他们都会讲啊 我吃一点点没有怎样啦 我不吃不吃 等下我走了怎样 走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吃啊 这个是常听到的一句话啦 这个老人家常喜欢讲的 这个他们的口头禅啦 我相信哦 我们的父母都会讲这一句话的啦 对不对 嗯 对 这样讲了 这个仙人掌啦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植物吗 其实是有的 就是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哦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很珍贵的这个草本植物 我们在这个药材店啊 是可以看到它的 可是它的这个价钱啊 是很昂贵的 其实哦 这个全球啊 有四百多种 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可是哦 真正 有这个 很高 这个营养价值啊 很高 这个多糖体的话 就只有仅仅大约是十种左右罢了 所以哦 如果是我们要吃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最好哦 就是 吃到有一些认证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啊 他们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哦 他们是要有经过他们的官方的这个认证 才是 真的是这个有高营养价值的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我们都会听到哦 父母跟我们讲啊 要多吃菇类 因为菇类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对吧 对 其实哦 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哦 它也是菇类的一种 所以哦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买到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就叫这个菇母多吃这个菇 而且要摄取这个不同种类的菇 因为哦 这个菇类里面 也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种类的多糖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多糖体哦 可以帮助我们哦 平衡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讲了嘛 老人家这个免疫系统就会变弱 刚才你有讲到 老人家哦 最怕就是什么 被这个病毒感染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弱 再来就是 如果是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人啊 其实他也是要摄取这个东虫下草菌尸体 因为他可以帮助他们平衡 就是因为你这个免疫系统啊 他过度的活跃 导致到他不会分辨我们这个 好的这个 不会分辨这个敌人啊 跟这个好的细胞 所以哦 好坏他都在攻打 所以导致到我们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 再来就是降低这个血脂水平啊 我们的这个 这个血管里面的血啊 他会有很多这个 啊 杂物的对不对 就好像这些党固醇啊 这个三酸肝油脂啊 如果我们摄取的话 还可以帮我们 降低这个 这个党固醇水平啊 三酸肝油脂水平 还可以强化我们的心 我们的肺 我们的肝 还有肾功能 为什么 因为人老了 如果是他们没有摄取这些高能量的东西 他们这些器官啊 就会 慢慢的衰弱 或者是哦 你看有一些老人有疾病啊 尤其是那个肾啊 我相信这个肾病啊 是很 很常 很常听到的 对吗 一下子就跟你讲肾衰竭了 那个肾就 废了 不然就是讲啊 这样子一下子严重的话 就会导致到更多的病哦 因为为什么会导致到这个肺 为什么肺寄水咯 因为你生功能不好 就不能够排这些毒素啊 这些尿液嘛 对吗 就会导致到寄水 就会导致到我们的肺有这个水啊 因为这个肺有水 就还会导致到我们的细菌感染咯 等等 你看一样东西不好 就会导致到其他的这个器官 这个功能也是 甩截掉 再来还 他这里还有讲到哦 这里讲到这个 增强这个抗癌的功效 我相信哦 大家听到这个癌啊 大家都会怕 因为为什么 我们讲啊 癌症是没有要医的 对吗 就是要做些治疗 治疗治疗咯 因为治疗有时 你的抵抗力不好 其实治疗治疗一下 也是这样子没有了 所以哦 这个东虫下草 东虫下草菌尸体啊 它可以哦 提诊我们这个 NK cell细胞 NK cell自然杀手细胞 它哦 它可以快速的哦 抵抗这个 癌细胞 然后它可以哦 延缓我们这个癌细胞 扩散 所以我们讲嘛 最怕听到医生跟我们讲 哦 它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了 可能它的命就剩 那一个月 两个月 你们要好好的 陪伴在他们的左右啊 其实哦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是哦 整个人会愣掉的 对吗 还有哦 可以快速提升这个抵抗力 以对抗病毒啊 这个非常时期啊 这个COVID-19 这个病毒讲了是 接近了一年 对吗 要一年了 到现在啊 都没有研究到一个 很好的这一个啊 疫苗 对吗 我们讲 每次看到这个网络就讲哦 哪里哪里一个国家 研发了这个疫苗 很快就要啊 出事了 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后来又发现到哦 那些注射这个疫苗的人啊 他们啊 就会有这些啊 副作用啊 头晕啊 呕吐啊 甚至严重的话 就会这样子死掉 其实哦 这个天然剂啊 还有这个冬虫下草菌尸体 哦 它可以快速提升 这个抵抗力 给这个老人家啊 有这个更好的能量 来对抗这个病毒 再来就是啊 加强这个抗氧化作用 我们都知道吗 抗氧化就是这个 也很老乱对吗 因为我们都怕每个人 很快变老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还来不及 孝顺他 他就这样子老掉 老掉 然后再不久 这样子就去世了 其实我们希望他们 老得慢一点 然后我们都知道啦 自由级的破坏 自由级哦 就是我们空气里 这些污染啊 我们这些辐射啊 我相信现在啊 老年人啊 就是我们的父母 他们也是会用这些 手机对吗 手机都有很多 这个辐射啊 就是会 导致到他们有 这个自由级的破坏哦 会导致到他们有这些啊 很快变老啊 加速变老啊 所以东重下草 就是 有这个很好的 这个啊 功能哦 再来就是这个 增加能量与活力 刚才静文有讲到吗 老人家都讲 他不要多走动 然后喜欢 坐住坐住 不然叫他去 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 他讲 不要啦 你们自己去 其实他们 已经是没有那种活力了 所以 我们就要 叫他们讲 多吃这些高能量的东西 还有就是 帮助人体 对抗压力哦 其实不止我们 年轻人有压力 老人家也是有压力的 为什么 他担心他的孩子 就好像现在 我们在这个红区 红区如果是 感染到这个 这个COVID的话 是蛮高的 对吗 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 我们被感染到这个病毒 然后他们也担心 自己啊 身体健康啊 不好 会可能会 这个疾病 会越来越恶化 还是什么东西 他们也是会睡不好 这些咯 其实 他们哦 就要 多多摄取 这些高能量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营养啊 就是这个东中下草菌尸体啊 还有这个仙人掌 嗯 我看到很多 协商的朋友讲 哇 东中下草啊 还贵过黄金啊 怎样吃 然后哦 它的品种啊 其实那个东中下草 是有400多个品种啊 其实只有10种哦 是有这个 很高营养价值 而且 吃了很有效的 其他哦 如果你弄了买哦 被骗啊 还是买到不对的啊 其实吃下去 完全对我们身体没有效啊 然后很多人写 外面很多假的 而且哦 有些是被震水银啊 被熏硫磺啊 因为 要 确保它不会坏啊 所以很多商人 就会这样子做咯 然后有一些 奸商为了赚钱啊 在里面塞铁丝 来增加重量啊 其实这样子 真的是很不好 可是 我们有方法哦 绝对可以吃到 绝对安全 绝对有效的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想知道的人哦 可以PM我们啊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去下一个slide啦 其实哦 如果我们好好的保养哦 跟维持哦 我们人类的寿命 是绝对可以去到 120岁的 这不是 讲讲虾 讲爽啊 这是绝对是 有根据的 这是免疫学家 的研究出来 所发现到的 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好好去照顾我们的健康 好好去照顾我们的身体啦 其实就是在为我们老了的时候啊 的体质啊 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就是讲 如果我们要在老了的时候 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的话哦 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照顾了 所以很多人都讲 哇 不用照顾的啦 喝罢了啦 熬夜罢了啦 乱乱吃罢了啦 因为我们很年轻罢了咧 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如果老了 要 不要全部人围着你啊 照顾你啊 然后把死把尿啊 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 来照顾自己了啊 然后如果出事前 在子宫里面营养不良 我们老了过后哦 得到疾病啊 和糖尿病的风险 会很大的增加 其实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照顾身体 然后我们的宝宝 在我们的那个子宫里面 营养不良 我们也会害到下一代 对吗 其实这个是 代一代 代一代都有关系到的 所以每一代都要做好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然后如果青少年时期 就操纵啊 肥胖啊 就会增加 我们长大了过后 罹患癌症和慢性疾病的风险 所以小孩子 不要让他肥肥啊 然后我们要一直 保持我们的 那个体重啊 在normal的水平 在健康的水平 就是为了我们老了的时候 有健康的身体 对咯 对咯 我们每次都看到人家 吓到小孩子啊 肥肥胖胖啊 就觉得他讲 哇很cute啊 捏一下捏一下对吗 哇 讲哇你很厉害养 养到他哦 他白白 肥肥胖胖的 其实真的是好吗 其实是不好对不对 我相信啊 你去带这个小孩子 去产检 这个检查的时候啊 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啊 医生就会跟他讲 已经操纵了 要跟他减肥 要控制好他的体 这个体重啊 要管好他这个饮食 所以哦 所以我们这个想 要活到这个长命百岁 就是真的要趁这个年轻开始 就好好的保养啊 这样哦 这个人 讲到这个人类 可以活到120岁 真的是有的吗 其实是有的 这里就有讲到哦 全球月有300到450位 这个年龄哦 达到或超过110岁的 超级人类啊 就是他们真的是 有活到这个长命百岁 哦 你看第一位这个美女 就是这个法国人类咯 她叫 她的名字叫做 琼娜 路易斯 卡尔 芒夫人 她活了几久 她活了122年 又164天 然后再来右边 这个帅哥 你看笑到几开心哦 你看那个嘴巴 牙齿都看不到的咧 他就是这个日本人类啊 他的名字叫木村次郎 又未门 他活了116年54天啊 所以你讲 这个如果是我们从年轻开始啊 就好好照顾 我们哦 其实我们的 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啊 他们就可以像这300到 这450位的这个超级人类一样 可以偿命百岁 这样我们都讲嘛 华人都会常常讲到一句话嘛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对吗 其实就是讲哦 如果我们啊 这个家里啊 这个老人还有在的话哦 不管这个兄弟姐妹啊 这个这些孙子啊 住到极远都好 过年过节啊 他们都会回来 给我们一起庆祝的 对不对 你看这些就像这两位 这个不是两位 这300到这450位的 这个这个超级人类 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 很开心的 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子孙 满他 对吗 如果当他们这 当他们去世了的话啦 当这些我们家里的老人去世了 我相信啦 就算是我们跟这些兄弟姐妹的关系再好啊 其实也是很难想去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人去世了 家里没有这个长辈了 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讲 我已经订了机票啊 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今年我就不回家了 你们自己好好的过年啦 就讲一句 祝福雨啦 心灵快乐啦 我们身体健康 这样子罢了 其实哦 我们啊 都希望自己的父母 长命百岁 看到有这些 孙孙之子 这个子孙啊 一直围绕在这身边 这样子哦 家庭的替分啊 才会和肉融融 对吗 对 所以哦 如果大家还想知道有什么高能量的营养啊 是非常适合我们家里的老人家 还是有什么秘诀哦 大家可以PM 然后给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会一一回答你们 所以的话 今天 今天这个 年长者的这个健康 还有要怎样去保护他们的健康 就是到这里一段落咯 所以我们下一个主题 会讲这个内分泌系统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海报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全部人都留言了 真的是要从年轻开始 维护好自己的健康 所以大家也知道 要怎样照顾家里的老人家 和父母亲了 是不是很想懂呢 有什么延年益寿的秘诀啊 还有什么营养啊 就要PM我们哦 然后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揭晓 对 下个星期哦 我们这个主题哦 就会讲到这一个 内分泌失调啊 大家知道什么是内分泌失调吗 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东西咯 常听到的 就是如果我们女生啊 很容易就发脾气啊 然后就会有听到有人讲啊 你这个哦 一定是这个 荷尔蒙失调啊 就是这个内分泌失调 也就是这个荷尔蒙失调 嗯 然后我们女生常看到的 荷尔蒙失调 就是这个月经紊乱对吗 对 还有这个哦 常看到的 不管男还是女的话啦 就是还有这个 脸上长很多痘痘咯 嗯 痘痘的时候就会一直去看医生 看皮肤科 可是怎样哦 吃药啊 还是茶这些药啊 其实都没有办法好转的哦 再来还有什么咧 嗯 要觉得只有女性会有哦 其实男性也是会有 呃 类似这个 失眠 我相信现在 每个人以为失眠 是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大 然后导致到这个失眠 其实也不是这样 其实也是有可能是 你的荷尔蒙失调了 才会失眠的 嗯 这样哦 我们下个星期哦 就会再跟大家 详细的解释啊 到底哦 这个荷尔蒙失调啊 它还会发出什么讯号 所以哦 如果你是觉得 想要了解自己的荷尔蒙 或者是你家里身边的人的荷尔蒙 是不是正常的话啦 欢迎大家 下个星期二 晚上九点 再一次跟我和静雯 一起回到这个直播室 嗯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二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拜二再见 记得帮我们按like comment 还有帮我们share出去 让更加多人知道 怎样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家 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 高能量的营养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安安心心 无后顾自由的去打拼 去生活 对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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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